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很特別的 這十分鐘是你人生中可能是最重要的十分鐘 記住聽完 那為什麼要拍這條呢 就是因為有人竟然 我上次講的那段 講人生那段 是有人給了幾個Superfans 是你們造成這樣 你迫我要講這件事 所以大家要多謝那幾位朋友 竟然出了Superfans 我從未收過 聽一下這裏為什麼 成功只要十分鐘 裡面是很複雜的 其實有你的心理學 你有物理學的知識 很豐富 很複雜才可以理解到這件事 但我現在只是用十分鐘跟你講的 你聽完之後一定會很成功 如果你能夠實踐和聽得懂 講什麼 其實很簡單 你能夠變化出任何的東西 無論你的事業 愛情 家庭 什麼都可以成功 首先第一件事 基本概念 你獲得的所有東西 好像我自己這樣 或者很多成功的人 或者任何人 別說很成功 任何人 任何的事情 都是這批東西做出來的 就是你的腦了 就是一批 像張湖那樣的東西 就是你的腦了 你所有獲得的東西都是由他而來的 不是你的手 不是你的腳 你沒有手沒有腳 什麼都可以 只是這批東西而已 所以你要集中理解這批東西運作的原則 很多人從來沒有想過 那個大腦運作的原則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你會想事情是這樣的 從來沒有想過 但是很多人只會覺得是一樣的 就是把所有東西都塞進腦裡就可以了 那是錯的 OK 第一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永遠就用左腦 從來不用右腦的 又是錯的 整個腦的協調是很重要的 OK 整個腦的協調是非常重要的 你用的時候 記得兩個腦一起用 OK 這個是大貼士來的 兩個腦一起用 我們怎麼超越光速和時間幻覺 為什麼很多人就說 我用吸入力法則為什麼不行不行 為什麼呢 其實有一樣東西可以超越光速的 我可以即時擁有那樣東西 是非常之快的 時間就是一個幻覺來的 你要成功為什麼那麼久呢 其實不需要那麼久的 就是你越輕就越快 我有說過 什麼叫輕呢 輕呢 就是你完全沒有物質在裡面 人呢 是有兩個特質的 OK 一個部分就做得很慢 另一個部分就是非常之快 那我今天教你如何立即成功 立即成功 那很簡單的 你現在只要合上雙眼 你幻想你成功 你想要的 譬如你要一間很漂亮的豪宅 你要住屋子 那你就立即幻想一間屋子 你坐在裡面 你坐在梳化上面 做什麼都好 你坐在那裡拿著一杯茶喝 或者 whatever 你想做什麼 你現在即時有的了 你已經有了 你已經超越了光速的了 你即時就變了出來的了 所以時間就是一個幻覺來的 為什麼你要拖慢了呢 就是因為你有很多很多不適合的信念 其實你要成功 只要很少的元素而已 很少的 可能少過一兩樣東西 甚至一樣元素你就成功 不過你有很多 納納納納納納有毒的信念 即是說你染6層 即是說你有不同的觀感 這些觀感就是從你 從小孩開始一直累積到你現在 你要首先將一些限制性的信念 完全有毒的東西 全部丟掉 限制了你的東西 就是說因為我沒有學歷 不行 我不夠英俊 不行 你說話不行 不行 我不夠聰明 不行 你把這些全部丟掉 你沒有這件事 你從今天開始把這些全部丟掉 你根本是 這些是無關重要的 越少的東西越好 你只要一件東西厲害就行了 不用很多東西 甚至你唱歌 或者懂得說動篤笑 什麼都可以 因為你是Human Being 什麼是Human Being Human不重要 Human Being就是人類 我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字 Being 我也有說過愛西人訪談 這個Document 裡面有個B型 B型是什麼呢 那段訪問裡面有說 B型就是存在 我們本身就存在了 就是說 我們本身的存在就是不會消滅的 OK 我們唯一一件事就是B型 就是存在 存在是永遠不會消滅的 靈魂是不會消失的 OK 你永遠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所有人一模一樣 都有只有一個東西 它不會消失 不會被磨滅 永遠都是存下來的 就叫做 意識 因為你所有所有的東西都是由意識給你 而我們基本自足就是 你一出生就所有東西都有 所有東西在哪裡 所有東西就是在這塊東西 在腦裡 這塊東西就是你最重要的東西 你沒有其他東西只有這塊東西 而這塊東西是能夠變化出所有所有所有的東西 李嘉誠都是靠這塊東西 是不是 每個人都是靠這塊東西 Elon Musk靠什麼 就是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有沒有不同 你跟其他人有沒有不同 是沒有不同的 是一模一樣的 化學物質是完全一樣 化學結構是一模一樣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成功呢 你就是靠這塊東西而已 但是問題就是這塊東西你不會用的 這塊東西你永遠都是用一邊 當然是不行啦 你要兩邊都用完 OK 還有像我這樣 你閉上雙眼 將它馬上顯化出來 不要等你馬上就變化出來 其實什麼都可以 好了 最後 你要怎樣去用它 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一般人用錯了呢 這個重點 首先 一般人就會 用個腦 這個是跟道家思想 所有東西一模一樣的 我看了很多很多文章 我聽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的documentary 裏面都是說同樣的 你的腦 是有意識的 我們B型 我們是做Human Being的B型 就是存在 就是我們的意識 好了 我們的意識是沒有 好和壞的 整個宇宙都是沒有好和壞的 我們就是一個宇宙 OK 我們所有東西就在這塊東西裡面 所以我們是不是所有的宇宙 我們基本上就是神來的 我們想怎樣就怎樣 OK 但是呢 意識就是一個存在的 它是覺察到一件事情 就叫做意識 咦 我今天突然間覺察我在這個位 這就是所謂的意識 好了 意識是沒有好和壞的 但是大部分人就會把它分成幾個 就是分成一件事情 咦好啊 不好啊 還有什麼 就是對我沒有關 neutral 好啊 如果 如果你 將 東西 分辨成好 壞 和中性 的話 你永遠有個問題 就是 為何整天佛學叫你不要執著 不要執著 就是因為 你看到好的東西 你就死捉著它 不肯走 你總是要多些 總是要多些 即是你賺錢又要多些 女朋友又要多些 車又要多些 衣服又要多些 我已經試過這些狀態 了 我是即時變化了這些東西出來的 但是我不想要 你是可以完全做得到 因為我是親身經歷過 全部變成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呢 你Castify好 你就不肯放手 那你就有問題 好了 第二樣就是 你Castify的東西叫 不要 辛苦啊 不要生病啊 那些又變成了 你就極力想逃避它 這些都是絕對有問題的 這些就是有毒思想 不要把一件東西分成好和壞 把你的人調到中間 所有東西呢 都是neutral 這個呢 就是你成功的第一步了 你只要將它 所有東西調到中性的話呢 你能夠變成什麼東西都可以 永遠你都會成功 你做什麼都會成功的 記住 記住 我今天說的話 你聽不明白 重複看多一次 自己去找資料去看 你一定呢 會將你的人生 180度 全部轉變 自己去睡覺 謝謝 小陽仔 張我